若是拥有大规模装甲机群 如何在不对其伤筋动骨的情况下 形成压倒性优势 答 大力发展拥有更远射程 更高精度的炮射导弹 坦克与导弹结合这天才般的想法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出现 只是各国的重视程度不一样 拥有大规模坦克装甲机群的苏俄 一直很重视对炮射导弹的研发 成果也很丰硕 先后研制出了眼镜蛇 卢迪等多口径十余种炮射导弹 发射车也有在T5坦克底盘上 改进的IT1导弹坦克 或是为了空降兵研制的 775工程坦克等 种类和数量都领先于其他国家 相比之下 大多数欧美国家对导弹坦克的态度 前后差别巨大 刚开始的时候 欧美国家也曾掀起炮射导弹的研发光潮 相继有如美国橡树棍等炮射导弹 小批量列装到M551协力灯 或M60A2巴顿坦克上 但之后 碍于炮射导弹的性能成本 以及导弹发射车的出现 让习惯专车专用的欧美国家开始摆烂 导弹坦克的发展也就被置于脑后 不过在这些国家中 以色列却是个例外 不仅隐秘伪装发展了30多年的 佩雷导弹坦克 而且伴随炮射导弹演制的回暖 以色列有意更进一步 本期我们就来聊聊 以色列国防军这款独特的装甲武器 佩雷导弹坦克 佩雷导弹坦克是武器界的劳模 是自1985年至2017年服役结束 他参加了以色列国防军所有军事行动 包括2006年里巴嫩战争 2008年铸签行动 以及2014年的保护边缘行动 其作战任务主要是干掉敌人的装甲车辆 尤其是部署在戈兰高地 乙军在戈兰高地设置掩体 居高临下 配合长丁NLOS导弹25公里的射程 在敌人没有完全夺取制空权的情况下 佩雷导弹坦克就是无敌的 甚至敌人连乙军在哪都摸不清楚 按照以色列军方做过的兵器推演显示 即便敌人集结5个步兵师 和1000多辆坦克的兵力强行入侵 当靠戈兰高地上 三个佩雷导弹坦克营的车轮战术 就能足及至少24小时以上 若是再配合友邻部队的围剿 赎罪日战争中 乙军的被动局面将不再会发生 事情追溯到1985年前 当时的以色列和中东各国打得不可开交 在屡次中东战争中 虽然都获得胜利 但几乎都是以劣势出战 尽管当时乙军士兵的战术素养 要领先于中东各国 但实在是架不住使用大量苏式武器 模仿苏军作战思路战术的敌人 如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 叙利亚一口气集中了五个师的兵力 猛攻以色列 其中不乏能与以色列装甲部队抗衡的坦克 在战尽优势的情况下 叙利亚迅速冲开了以军防线 虽然以色列最终反败为胜 但这场战役给以军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及叙利亚不光拥有大量的苏式武器 还有办法保证战场上的装备供给 而以色列有苦说不出 当时乙军的坦克部队 很大一部分依赖进口 且不一定适用于乙军部队 再加上坦克在火力防护方面 也要比苏式坦克稍差 因此显得十分脆弱 要是纯靠进口 以色列恐怕早就被打亡国了 凡是只能靠以色列自己 于是为了猎杀苏式坦克扭转猎势 瞄上了于上世纪70年代末 开始研发的坦木兹反坦克导弹 而且光有导弹还不够 乙军也在寻找载具 首先乙军相中了美国的M113装甲运兵车 但后来发现M113的装甲过于薄 扛不住前线装甲对抗时的火力 选择了放弃 随后乙军看上了新颜值的梅卡瓦1坦克 但碍于价格太高 没舍得下手 T55改装的重型步兵战车 又抢手得要命 轮不到佩雷 最终挑挑拣 乙军选择了经过本土化后的M48坦克 即马格奇5主战坦克 于是在1985年 佩雷导弹坦克诞生了 佩雷导弹坦克 给予马格奇5坦克改进而来 它并不像苏联的导弹坦克那样 连主炮都被砍掉 也不像美国的M60A2 连炮塔都被削掉一块 仅从外表上看 佩雷导弹坦克原本储存 105毫米炮弹的炮塔尾舱 有了明显的扩大 炮塔顶端安装有天线 成员进出的装甲门和机枪 中间部位则安装了一门 用于伪装的105毫米L7坦克炮 在炮台正前方 顶部和彻底正面 安装有爆炸反应装甲 远观之下 它完全就是一款主战坦克 虽然它的坦克炮 不过是加厚的无缝钢管 甚至在服役后期还发生了变形 看起来十分滑稽 但这根管子的作用可不小 不管是坐伴随火力打击也好 还是躲在远处打冷枪 对于这根管子 敌人很难在战场环境下 注意到佩雷导弹坦克 能相对安全地抵近前线 即便被敌人发现 佩雷导弹坦克 也能凭借保留的大面积坦克装甲 防御住炮弹爆炸后的建设弹片 完全可以伴随装甲力量出击 当然 佩雷导弹坦克的亮点 还是在炮台尾舱家装的导弹系统 其包括光电综合探测器 一系列导弹控制天线 以及被包装在 可上下伸缩的发射架里的 12个导弹发射筒 这也是为什么 炮台尾舱外观看起来硕大的原因 使用的弹药 是射程达25公里的塔木兹 也就是长丁NLOS导弹 携带的12枚长丁NLOS导弹 会以6枚为一组 布置在炮台尾舱内 该导弹在2006年 黎巴嫩战争中 首次大规模参战 之后在2011年的叙利亚内战期间 乙军使用这种导弹 作为反击越境炮击的主要武器 它有效摧毁了 叙利亚军队的跑兵阵地 在加沙地带 乙军也曾使用这种导弹 打击了卡桑火箭发射阵地 效果十分显着 与以往 乙军装备的陶式反唐克导弹不同 长丁NLOS导弹的作战方式 别具一个 传统的炮射导弹 如苏联的红宝石 眼镜蛇等 都得采用半主动无线电指令指导 这类炮射导弹在发射后 需要射手持续瞄准目标 同时跟踪导弹红外信号 最终由火控系统计算偏差 再通过无线电 将指令传送给导弹修正路线 直至集中目标 这种发射前锁定 发射后持续管的制导方式 不仅极易受到干扰 且在持续瞄准目标时 再提坦克需要保持静止或低速移动 也容易遭到敌人攻击 而长丁NLOS导弹 则是先将导弹发射 等爬升到一定高度后 会持续观察目标区 由于导弹的飞行速度比较慢 所以在飞行过程中 射手可通过双向数据链 传回的实施图像 辨别目标接管引导 不断修正导弹飞行路线 有选择打击低高价值目标 紧急情况下 导弹甚至可以在飞行中 转换新目标进行攻击 具备对付时间敏感目标的能力 这种制导方式的优点 还不仅于此 既然有实施画面传回 那射手可以选择 目标最薄的部位进行攻击 来提高导弹的毁伤效能 当然 长丁NLS导弹 能有效捕捉目标 和拥有较长的射程 也离不开它的设计 其采用非描润线导弹的 主流气动布局 弹体中部位置 是有四片大一旋笔弹翼 可纵向折叠 弹体尾部装有四片多面 弹翼和多面呈X型布置 可以提高导弹的机动性和航程 其圆滑的前缘 则有利于产生前缘吸力和减少阻力 这也是佩雷导弹坦克最成功的地方 佩雷导弹坦克对攻势的要求也不高 如在伏击作战中 它能够在绝大多数地方藏身 甚至能挖个坑躲着 连炮塔都能埋起来一大半 只要导弹发射器上升后的射击 不受阻挡就算合格 这种缩头乌龟式的打法 使它在战场上的生存率极高 哪怕是伴随装甲兵进行突袭或向战 它也能将长丁导弹 打进敌军据点的窗户内 总之 在拥有全天候作战能力 且配备两种战斗部的长丁导弹后 佩雷导弹坦克便在服役期间 成为了乙军在边境冲突的杀手锏 扭趣的是 佩雷导弹坦克和长丁NLOS导弹 是1980年代一起开发 但直到2011年才被公布有它们的存在 在此期间 尽管有一些照片流出 但均被以色列审查员努力压制 等到2014年7月 在保护边缘行动期间 佩雷导弹坦克的照片 才不受压制的首次公开 次年6月 性能才得到正式解密 如今 佩雷导弹坦克已于2017年退役 但谁也不知道 以色列国防部 会不会放弃这款导弹坦克 而且伴随炮射导弹研制的复兴 或许以色列正计划在更新版本中 组装更现代的导弹坦克 炮射导弹最大的特点 体现在导渍上 伴随技术发展 一些国家炮射导弹的 研发与裂装有所回暖 如乌克兰国防部 就像位于基辅的光线设计局 订购了名为战斗的 新式炮射导弹 据悉 该导弹采用半主动激光制导方式 其串联式战斗部 可攻击安装有 爆战式反应装甲 和剑隔装甲的抵军目标 而且拥有较强的 抗干扰能力和抗过载能力 能用高烫压火炮发射 又或是印度 其国防研究及发展组织 也曾用阿琼主战坦克 测试新型炮射反坦克导弹 导弹摧毁了三公里外的目标 由此可见 越来越多的国家 投入到了炮射导弹的研发 不过与量的增加相比 炮射导弹质方面的变化 才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是更先进的制导方式 据悉 托克马什纽德曼精密设计局的 索尔克5炮射导弹 该导弹是卢迪系列的改进型 适用于125毫米口径的 RA46系列和RA82系列 坦克炮发射 也就是可由T72 T90 T80系列坦克 以及T14坦克发射 其最大改进之处 是它的制导方式 其采用复合光电 惯性 卫星 以及半主动激光的 复合制导方式 具备发射后不管的能力 能满足昼夜作战需要 如果成功投入使用 它将成为俄军第一款 具备复合制导能力的 能大幅度提高 俄罗斯主战坦克的 作战能力 尤其是在火控技术 落后于的背景下 提高坦克的多用途能力 尤其是强化 各类目标的打击能力 或让俄军坦克 具备更远 更具威胁的打击能力 总之 炮射导弹的制导系统 一直在改进与升级 发展方向也很清晰 努力朝着 看得更轻 望得更远 分辨得更真方向发展 指导方向 由无线电指令制导 激光制导 拓展到红外传输指令制导 毫米波雷达制导 以及主动寻地 和复合制导等方式 从而提高抗干扰能力 和保证命中效果 其次 炮射导弹的结构 和攻击方式 也发生了改变 以前炮射导弹 实际就是 火箭发动机 加某弹的组合 但现在不一样了 美国海军曾提出过 一种新式炮射导弹 GLGP 该炮射导弹 可以在127毫米口径能火炮 或陆军榴弹炮上 打出3马赫高出速 如果用电磁轨道炮发射 出速更是可达到7马赫 也就是说 GLGP可以不用安装火箭发动机 紧借助高出速 和弹载精准射控系统 就可以有效拦截目标 当然 GLGP虽然开拓了 炮射导弹的研发思路 但想要实现 还需解决许多问题 如能承受 发射时高加速过载的材料 最后发射平台 也由专用型向多元化 通用型进行了转变 以前 说到炮射导弹 就下意识认为 是由坦克来发射 但如今 炮射导弹的发射平台 正趋于多样化 通用化 如以色列的 拉哈特炮射导弹 已经拓展应用到了 机载平台上 该公司还为拉哈特导弹 研制了管状 筒状发射器 以便将其安装在装甲车上 又或是美国雷神公司 曾公布的一款 被称为 多方位防御快速拦截弹 交战系统的 小型炮射导弹 它以MK110型 57毫米舰炮 为发射单元 采用直接撞击方式 拦截反舰导弹 打击小型快速水面目标 中低空无人机等 具有成本低 精度高 快速发射 大量装填等特点 一次性便可发射多美 可用来进行 抗击饱和 多样化导弹攻击 总之 从坦克到部战车 再到舰炮 随着发射平台的拓展 炮射导弹的攻击目标 日益增多 除了利用弓顶 机类等方法 对主战坦克发动攻击 在打击敌军攻势碉堡 低空飞行的 武装直升机等方面 炮射导弹 也有相当大的用务之地 炮射导弹 发展越来越好 佩蕾导弹坦克 说不定就有后续型 或者说 现在已经有了后续型号 只是同样被隐藏 我们不得而知而已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 就结束了 大家对这款 隐藏了30多年的 佩蕾导弹坦克 有什么要补充的 是否已经有了后续型号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